今天介绍天水麒麟儿 姜柏月 兵种方面非常优秀 宫崎双S 四维属性都是非常优秀 但是都没有达到最顶级 但这一点都不影响姜维自身的强度 自带战法一胆雄心 在奇数回合对敌军单体造成兵人伤害 并降低其武力64点 持续两回合 偶数回合对敌军二人造成谋略伤害 受智力影响 降低34点智力 持续两回合 非常稳定的伤害加上削弱属性 并且自身为主将时 降低属性 受自身对应属性影响 不愧是被孔明看好的男人 连战法都是如此的相似 传承战法 行击军略 加强版的突击上肉 不是必猜的东西 如果非要猜 可以猜元素 阵容搭配上 麒麟弓 属骑都是比较常见的阵容 今天重点介绍一下麒麟弓 T0级别的阵容 阵容由姜维 庞统 诸葛亮组成 姜维携带夺魂卑蛇 庞统 太平无当 诸葛 八门刮骨 当然 平属战法有很多 比如 庞统可以带识别诸葛 阴城 冰苏 姜维选择满勇飞勇 文涛指瑞 全智力加点 麒麟弓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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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稳定输出加属性控制 搭配旁统的炸裂输出 再加上诸葛的辅助 让其成为鼠国在PK赛季唯一的T0阵容 当然麒麟弓强归强还是特别怕桃源盾的 总而言之将为无愧于一张核心卡 在PK赛季强者如临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席之地 着实不容易 多提一嘴PK赛季不一定要追求满红或者红度 选好自己的定位一定还是会有游戏体验的 平民玩家加油 麒麟弓当然白板也能玩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